有人說睡不著覺 有些不開心也會 有些不好的事出現 不好的事出現有兩種 一種是意念 好像自己在想 另一種是直接聽到人的聲音 那種是比較危險的 那種有可能性是邪靈的 因為自己以… 除非你想回譬如 假設你一個人經常被父母罵 父母的聲音出現 那未必是邪靈的 這個就是記得他的聲音 但是一個沒有熟悉的 不熟悉的聲音 好像真的有人在罵自己 這個就有可能是邪靈的聲音 但如果是的話 我們都不用去懼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耶穌就可以了 我們就處理生命 我們有負面 問回自己 我們現在是否有些受傷 沒有被人擊傷 有沒有些事未處理 有沒有些傷害 就是我們需要找回 裡面有沒有些事未清理 未處理的 即凡是有被人擊傷 而不處理 就會有後遺症 所以那些我們就需要處理 然後呢 真的當你聽到聲音 那你要處理 然後相信神愛你 讚美神 然後奉耶穌明 就趕逐那些聲音走 就是你不可以有權留在我身上的 因為如果是真的有一個聲音 那有可能就是邪靈的 如果它又再出現 即是說呢 這個聲音是其實跟著你的 不過你不理它而已 你不理它 某程度上就沒有了去加強 有些人就加強的 怎麼樣呢 他就被他罵完了 真的就是了 我都是很壞的了 我都是沒有用的了 那他就加強了 那你不理它 都是一個可能的方法 不過呢 我就覺得最有效 都是處理回整個生命 建立同神關係 和趕逐那些邪靈 這個就比較透徹一些 就先別忘償了 不過我想以後 兩個好我 把這一個人 做某 rév斯小姐 Sa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